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什么 然后北电教授资产过亿 抱养学生等等 还有什么 侯亮平 北电侯亮平 什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你看这几个关键词 大家就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们还是看看有关的文本 咱们看一下 你看宋泽成嘛 是吧 宋泽成帮着他的好友 据说是他的好友聊啥 然后是几年前 阿里奥莎当年在北电摄影学院的时候 他投诉称被班主任的父亲 也是一位摄影协会的老前辈 被他性侵犯 然后受到了前一段时间 台湾林亦涵事件的影响 然后也决心爆料 爆出来 那么这事引起一下子轩然大波 你再看下边 这个就是北电侯亮平 人家说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后近日又出现了一个自称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网友 在这也是表示宁愿不要学籍 我也要主持正义 然后他自称他能拿得出证据 投诉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宋静 吴毅等领导和老师 甚至你再往下看 不但说是女学生这块的事 甚至他就说姓宋的这位老师有房产 在北京的某个地段过千万的房产 这是他自己晒出来的 号称是实名举报 但是据说到现在 北电方面没有找到这个人 所以我们有个小助理 还是戏剧学院的 他问了一下北电的同学 有的北电同学说 他们也不能确认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北电的学生 他们应该到人民的民意居住去查 对 侯亮平应该到检察院去找 是吧 然后你看 这是当然咱们这个官方公告也得出一下 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公告 就是说 你看他的行文是某网民通过微博发文 举报我校摄影学院 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 北电的摄影系和摄影学院是两个概念 你看 他就说希望举报人能够积极配合学校开展调查工作 但是你看根据电话 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然后学校就讲这些 所以那性侵的那个是摄影系的 摄影学院 这都是摄影学院的事 这不是摄影系的人 据说什么像张艺某他们是摄影系的 就是这是摄影学院的 这个关键词弄在一起 大家都很感兴趣吧 本来就是跟美女如云的地方 而且和台湾那个事情不太一样 台湾那个事儿大家好像争论的焦点是 它到底是有情有爱 还是说权力 对吧 权力的压迫 这个里面好像比较 如果这个事情它陈述是真的 那就是权力的这部分是比较明确的 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而跟世情时爱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瓜葛 徐老师呢 您是大学教授了 学校里的情况比较亲切 对 我对这种事情很熟悉了 不抹消 不过这个我是很矛盾的 两个想法是互相矛盾的 看这个东西 你叫我看我就看了 第一个呢 根据这个鸡蛋跟石头的理论呢 我总是同情鸡蛋的 感觉上就是这个侯亮平 北电侯亮平他们是弱势 侯亮平有压力 那么这个弱势这个 而且它不像那个电视剧的侯亮平 电视剧侯亮平是有后台的 一来书记就跟他说尚不封顶啊 对不对 那侯亮平胆子大以杀戏 其后面有人撑腰 这个侯亮平情况不一样啊 对不对 现在人都找不到了 对不对 他可能一开始才公布了那个电话号码 但真的可能有人打了就害怕了 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 或者是那个电话号码可能也就没有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直觉本能的反应呢 是跟大部分网友一样的 就同情鸡蛋的 同情控告方的 但另外一个方向呢 我仔细看了他那些投诉以后呢 我觉得比较像大字报 怎么说 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啊 嗯 就是说他不是在针对一个事情 他基本上是讲这个有这些坏人 然后你看他针对多少事情 他他那个投诉里面针对多少 第一个跟性有关的 就已经有三个事情了 一个叫性侵 另外一个说法说 阿辽莎是被潜规则 嗯 被潜规则跟性侵就是不一样的了 被潜规则 怎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性侵嘛是这个 你physically 你身体上去欺负人家 对不对 潜规则通常是他们当初合作 就是说 我给你个好处 对 那个女的接受 过了几年以后 痛苦了 这个这个揭露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模糊 有时候 对 但是有分别 性侵 那你 一个女的走进男的办公室 男的对他采取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叫性侵 对不对 潜规则是 暗示也好 明说也好 你要通过这门考试 你要做什么什么 然后女的就做出牺牲 如果女的做出牺牲了以后 马上反抗 这就是性侵 或者强奸 对吧 如果她不反抗 她忍耐下来 她获得了这个考试的成绩 或者获得了好处 做了秘书 升了官 很多潜规则 这叫潜规则 否则不叫潜规则 否则就是规则了 对不对 当然 也有人说了 说这个北电曾经出过一个声明 里边谈到这个阿辽莎 好像有这个抑郁症啊 精神方面的一些症状 那有些人也说 你看你也是混在一起 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遭受性侵 和他的精神状况 他也是两件事 对 所以这个从我们旁观者角度 还有第三件就是包养什么什么人 还说一个是女的院长 包了男学生 对 还住在高级公寓里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住什么地方 那根本更加有搞在一起了 那个为了为了引起名分 说有个什么千万豪宅 那一百万豪宅 跟千万豪宅是一回事 还有过去这个王宝强演过一个许三多 他们这好像也有一个 吴三多 吴三多 你们对这个最感兴趣是吧 钱多房子多女学生多 我就记住第三个 我知道 然后可能就您刚才说的是 他比如说 这个事儿他的策略不太对 因为他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 但可能恰恰这个混呢 就是他最初的一个策略 你看他这事儿以前就出来了 是因为最近有这个台湾的事情以后 也想搭的这个事情要混一下来谈 希望大家去关注 那这个人在网上 这个北北电 这个侯良平打了一枪 出来他就换地方了 他就希望大家之后的事儿 是以人民的名义 知道吧 人民的愤怒去继续去声讨 因为他如果没有后台的话 他是希望有这个网民的力量 去跟着调查 所以混搭是一开始他就得这样 打一枪换个地方 不准放空枪 对 说那么多事儿就是想大家的怒意更加多一些吗 但是你看前一阵台湾来了一个嘉宾 叫郭冠英 给我们报告台湾的一些情况 就是这个林亦涵 你看哈 像这种情况呢 其实单纯的这个性侵啊 呃 法律解决 我看很难 当事人也应该很清楚 几年前的事情 小说不能作为证据 对吧 而且现在似乎有一些个声明可以作为佐证 就是说也有可能林亦涵和这个老师发生关系 是在他呃成年 比如16岁或者18岁 就不是像原来小说里边大家理解成13岁 对吧 当然可能也有权力关系啊 可是呢 你看很多性侵 所以为什么咱们鼓励广大的这个妇女啊 碰到这种事 你生活在现代社会 如果真准备法律解决 第一要留证据 你看人来文斯基都知道留条内裤呢 对吗 就裙子吧 裙子 裙子 你看我想的怎么更深入一点 就来文斯基都 没有裙子也得留条内裤 内裤不稀奇 对吧 一个证据 而且呢 你这事不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十年之后说不清了 因为毕竟 你看我现在觉得啊 这个这个事情啊 从来有两个层面 一个叫理啊 一个叫是 这个咱们有个杂志叫求是 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吧 就是说 第一 是不是 其实是不是啊 第二才是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我们都很喜欢说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 是才是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聊半天这事儿有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 性侵是不对的 对 那个潜贵则也是不对的 尤其不能对阿辽莎这样的女生 反过来女的女老师包养男学生性侵 男学生也不对 而且你知道这个 我觉得他性侵 包养的性子又不一样 你就是说他把很多事 他把很多事混到一起吧 我现在也真是觉得今天的舆论场上啊 真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呃 就什么特点呢 就比如说我就说这个 他是不是和对不对 怎么搅和在一起 你比你比方说啊 我说那个 哎 徐老师 对吧 他打老婆啊 他家暴 这样的人可以为人师表吗 今天多少妇女啊 还在遭受的家暴的侵害 你注意到没有 然后后面大段都是讲家暴 对 他问题在于呢 他这个是不是是不清楚的 在实际上徐老师没打老婆 相反对老婆特别好 那么 可是你发现没有 这个是不是不一定清楚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共鸣呢 他对不对 很多人有共鸣 因为很多人确实遭受家暴 一听 对啊 确实很多人就是这个横行不法 是吧 自己办公司 自己违规的有这个房产 贪污腐败 甚至是有些人乱搞女人 这些事 他就 你明白吗 可怕的是 事儿也许弄不清 但是这个理啊 所以 事情的原委呢 他北电不是说 现在他们立案调查吗 因为这些人 被点到的名字的人 都是当 也是都是负责人 教授 他们当然也说 找律师 要捍卫自己的名誉 要控告别人 姑且这些事要严肃调查的 但另外一个就是 网民的这个愤怒 就是事情变得那么大 因为他们其实不一定是针对这个 这个事情 事情你将来可以公布出来说 他比方说 包养有 性情没有 或者倒过来 诸如此类 对不对 或者 女的包养 男的没有 男的包养 女的有 等等 你可以试试公布 但是民众为什么对这些事情 就是一看就像你说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第一个思路 我第一个就通知他们 还叫说不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 他刚才讲的蛮对的 我们一下子就跳到了对不对的角度 不过我都觉得你过滤了 是什么呢 那些一开始上来就谈对不对的人 他未必自己不知道 这个后面是不是还没搞清楚 他是踹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比如说你在网上发这样 我不说这个事情 如果咱们说一些别的 就是现象级的这样那样的帖子 有时候那些人也知道细节不清楚 但他推出来 后面他就知道有跟帖 有就有什么 他有经他有经济利益在里面 所以他谈的 他推的是这个 他其实想要的是别的 而谈的人呢 跟帖的人 其实也是自己看着这个事 说的别的 咱们说的都不是一件事 就叫借他人之酒杯啊 交自家之快累啊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我可能有个偏见 就是什么呢 我记得我原来做这个文涛拍案 我们这个节目组的人 在讨论这个案情的时候 他们发现呢 我就喜欢这样跟他们讨论 就是我似乎啊 就哎怎么说呢 鲁迅那天陶杰先生 讲引用鲁迅先生一句话 鲁迅说 我从来都不但以最大的恶意 来揣夺中国人 对吧 这个做评论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我一想啊 这个鲁迅的法治观念 有点问题 如果是用在法律上 他这有点疑罪 你不符合疑罪从无啊 对吧 应该假定无罪 对吧 假定无罪 你是英美系的 那可能也有别人 就是先假定有罪 不是 所以我就说 我在做这个文涛拍案的时候 为什么组里面研究这个案情啊 我老是站在被告这一方 就似乎啊 甚至我觉得 可能是不是我这个态度会招骂 就是说 我就是就 我总会觉得 就不但以最大的善意 为这个被告想 就是说有没有一线 可能不是他干的 这样我们要辩论 很长时间 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共识 才敢讲 对 你今天这番话讲完了以后 将来很多案件来请你做被告的律师 不是 我这个里面有我的道理 因为呢 虽然我们也不是法庭 但是呢 舆论的大棒就要砸下 所以 为什么 因为原告经常是受害者 对吧 但是呢 如果告错了 如果你告错了 那么这个悲剧啊 不光被告受害者啊 真凶也 原告所受的伤害 并不能真正得到昭雪啊 是两个加起来更大的伤害啊 所以 为什么我经常就在说这个 他是不是 很重要 就是 所以 你按照我说的这个 咱们不但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的话 我就想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 北电 他的这个态度 是为了什么呢 比方说 咱们是觉得 他是想怕这个 对学校影响不太好 还是说 觉得这个事啊 没法查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事是太严重了问题 这也 就是这两种可能性 要么呢 这是误告 他们觉得会损害他们学校的名义 或者是小事 怕他损害学校荣誉 要么是 事情可能太大 没法来收拾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网友给我这个微博一句话 我讲了吗 他说性情很普遍 不让评论才是奇怪 嗯 明白吧 所以这个 这种潜规则性情啊 当然 总体来讲数目很小了 但是像类似的事件 其实到处都有了 公司也有 学校也有 医院也有 对不对 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就 他 很 权力很大 很多大的媒体都 都不 不可以评论 你从另一方面来讲啊 就是 比如说 假如说这个事情 是 咱就还是说一罪从无吧 假如是没有的话 那 这个满世界嚷嚷 是不是对这个人的这个伤害 也已经构成 不是 无可挽回 对 那就更要让他 要有一套机制来澄清 更要有法律 可能不说了 或者透明 但是呢 还是我前面讲的 我现在同情这个阿辽莎 就是比如说 我不了解内情 那比如说这种查无实据的事情 你说我性侵 你要没有证据 现在他的律师不也发声明吗 那发声明就告啊 告你诽谤啊 那你是诽谤吗 那他不是要受罪吗 你说谁 你说阿辽莎 假如他拿不出证据来 假如对方到法庭告他 你诽谤 你说我多年前性侵害你 有证据吗 他除了物证还有人证呢 你看他说的这个故事里面 好像感觉是当时同学都知道 别人不是就说 有一个那个同学就还说吗 这个事情 这个人就好像说性侵 这个女生挺常见的 怎么就他叽叽歪歪 好像我看上去 这个阿辽莎这个人 人缘不是很好 那 但至少就这事 大家都知道 咱们都没有司法实践 我们不知道 你比如说要这到法庭上说 他说他 徐老师当年怎么着我了 对吧 然后你看我同学 义军 我当时跟他说过 他都知道的 就这老师就喜欢这样 那法官就能说 就是这样吗 人证俱在 他肯定有一套茶的程序 包括你 反律上的 我觉得这就是双方律师的辩论了 那你的原告方呢 肯定就是我找出旁证 我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很不开心 我生病了 我跟家人 那段期间 我的行为很异常 或者我明明拿到了 我的成绩通知书了 我得到好处了 我有一点不开心 那旁边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 他可能有闺蜜 他讲了这个事情 那更可以来证明 那么他就用这些 包括还有什么 他最好的朋友发 对不对 那个宋 宋 宋 宋先生 对不对 那这个如果他是证明的话 他出来他也可以做证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可以说 我当时我的这个 证明他清白 对不对 而且还可以 找出一些证据 证明这个女学生 有其他的什么错 幻想症啊 或者身体啊 那个何亮平最擅长的 不就是领口供吗 领口供 人家能把你问出来 领口供 都能把你逼出来 这个都有办法 这事情你看 你要越闹越大了以后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声讨你 你赶快承认 对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又说 那个辛普森呢 我估计呢 至少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实际上是认为 他是杀妻的 他杀了老婆 我当时就觉得 肯定是当时 他杀了老婆 但是呢 确实最后这个法律 上面一讲 证据被污染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他那个属于特别高明了 那么 对吧 他的这个作假的方式 我假定他是作假 就他故意让手肿啊 这些 这是特别高明的 他的这个情况 多少前请的律师啊 这个辛普森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他那个陪审团 移到了一个白人为主的 康底 转了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判决以后 黑人造反了 我那时候就在洛杉矶 那个情况是一个司法不公正 所以呢 他最后这里判他 无罪以后 他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照样还是判 对 说到这个事情 你上次你就说啊 你说这个辛普森 好像是他借着 他本身其实不是一个 特别同情黑人 为黑人尽全力 结果这个时候 转变 其实你要反过来想 黑人兄弟 当时也借他这个事儿 在发生 就谁在利用谁 或者谁借谁的声势 都不好说 其实现在这个事儿 就也是这样 其实呢 是不是是一个层面 对不对是一个层面 还有大家聊不聊 是另外一个事儿 不 我觉得很不一样 辛普森这种事情 就是一件事对一件事 就清清楚楚的这件事 我觉得比较不安的 就是说 现在网民的情绪 包括他控告的方式 都是把几件事情混在一起 就像你说的 他是用策略 比方说最简 一个是跟男女性 有关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是学院里边的权力斗争 他说这个学院 有某些人把持 他们开除了什么什么人 作为一个学生啊 对学院里的权力斗争 这么清楚 这很罕见的 就是说什么人 排挤什么人 什么老师 什么什么 就会不会是这个权力斗争 当中的一个人 至少这一部分 那这部分不构成罪 但是说明他们这些人不好 坏人 没有 还有第三部分 就是说他们贪污 然后住好房子 这个 他一下子搞到三个东西了 性是最敏感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权力运作 里边有没有不好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 那个贫富 大家这个丑富心理 我觉得 哇 你住的千万豪在 你包包那个男生 你还要住千万 你看 这个就是你讲的 他有意无意的运用了一个策略 然后我们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 对不对是要讲究的 但是还是 还是要分分别类 叫把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不是 拆开了以后呢 影响就没那么大 他编在一起 整个是一个权力大厦 我觉得他想借这个性侵的事 就是把这个抽 好像抽一根棍子出来 把这个大厦给弄倒了 北电 这个就要接上北电 你现在是哪个地方 一个师范学院的性侵 没有这么大的 你看他就所有电视剧 最好看的电视剧的要素都有了 北电直排屋 枪枪三远行广告直播见 曾举何时 我认为一切都很简单 其实到今天 我都认为很多事情都很简单 比方说 你觉得我说错话了 观众觉得我说错话了 那到底是不是错了 查一下 错了就到歉 我觉得这很简单 对吗 但是呢 包括像这个北电的 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有人要举报 也闹出来了 那我要是院长的话 那就查查呗 可是呢 有的时候甚至于 有没有另一种情况 就比方说 如果是个人 在网上发一个 说我学校怎么着 我就去查一通 整天 那一百个人 出来说 我查一百起 我这成了什么了 就疲于奔命 会不会有 那种 你能维稳思路 本来这不是该校长查的事 真有人出事 应该检察院 或者有 他有一套 进入司法系统 因为现在不是阿里奥沙在告他们 现在是这几个教授在告 这个 这个侯亮平他们 所以这个进入司法程序 香港的说法就是进入司法程序 大家不评论了吗 所以而且你看 你发现这个投诉的 这个这个 所以说咱们聊聊天啊 经常是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就是你看啊 最早是一个性侵 你发现咱们研究传播规律啊 最早是性侵 咔一下子 大家特别关注 然后呢 这个性侵之后 引出的是政治 学院里的政治 派系 这个院系 包括这个 包括一直联系到这个姓宋的这个院长上任以来 他的施政如何 对啊 然后他们彼此 就是在外头 那个台湾嘉宾说的蓝绿生 在外头做什么生意 对 还有什么房产 这不大像是一个学生的观察角度 你知道就说 我就觉得这是现在 就是说我们过去说这个脱口秀啊 两大话题 也是以两大忌讳 性跟政治 还有第三个 就是贫富悬殊 哦 黄字又多大 这个是老百姓眼睛 就是说 又又眼睛一亮 千万 你知道北京现在这些地段 千万根本不新奇 对不对 但是一讲出来 还是很大 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心理啊 假如说 我在生活当中 我经常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假设说 当然我老板对我很好啊 假设说我老板整天压榨我 我敢弄不敢言 也不能怎么着 于是呢 我在网上 我要看见有人赶出来说 他的老板侵犯他 欺负他 压榨他 哎 我在这拍拍板砖 对我很有这个这个冲动 这个我们的那个话题 就实际上从那个北电的事情 转到了网络事件的这个角度 网络事件角度 其实我觉得应该由专门机构 去做通盘的研究 比方说网络上的键盘侠 是不是男的比女的多 我一直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我自己经过这种网吧里边 他们打游戏之外 他们也就发议论了什么 几乎都是男的 当然女的可能在家里了 我看到的很多都是男的 整个社会的 你哪个年代去的网吧 现在没有网吧了 有 二三线的县城 我经过进去非常重要的地方 还有我们整体的人口里边 也是男的比女的多 多出多少万 对吧 多出几千万 而这些人都有个集体的幸苦闷 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于 你们看阿辽莎的照片没有 一个青春少女跟网红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 她被什么老师 什么性侵了 这种你知道 这种转移 这种愤怒 是非常自然的 我觉得 所以我看她的照片 我就说 我刚才说 我有点怀疑 我不了解 我只是说 她觉得她人缘可能不一定特别好 就说她在学校里 未必是一个 就是说 人人都很喜欢的这么一个女生 所以她当时 都说她这事情刚出来 大家 好像未必是站在她一边 所以她也很多年以后 是不是也压抑着 后来有 后面两个人出来 仗义 声援 我另外说回来 大学里 性骚扰的事情 是很多 一直有一些机制 来专门 所以有些男老师 不是一般办公室 都开着门吗 如果有女生进来 都开门 对安全 徐老师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 徐老师是这样做到的 徐老师是这样做到的 不仅舍就像